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完路 两万清华生是留在硅谷 中国移民人数是排在全球第三 为什么中国留不住人才呢 根据数据显示 从1978年到2015年 光是硅谷就吸拉了将近两万名 中国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我们要知道 清华一年的毕业生也就是三四千人 那这样一算 就等于是五六年的时间都白干了 而从2015年到2019年 清华约有27%的本科毕业生 6%的硕士毕业生 11%的博士毕业生 都选择出国深造 北大则有31%的本科毕业生 5%的硕士毕业生 11%的博士毕业生 选择出国深造 他们出国深造首选的国家 就是美国占比约为70%左右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材生 选择出国呢 其次中国移民人数 目前也已经突破1000万人 在全球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当中 排在第三名 前两位分别是印度和墨西哥 在中国移民人群当中 他们选择移民最多的国家 也是首选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那不管是高材生出国也好 还是普通人选择移民也罢 都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问题 值得我们去思考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留不住这些人和财呢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出国呢 我们一起来破析一下这背后的真相 第一 经济内卷严重 赚钱难 我相信这是他们选择出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国外的钱更好赚 那很多人放弃国内优渥的条件 他们立愿选择到国外去洗盘子 那据说在美国洗碗一个月 也能够赚到两三万元 那曹德旺曾经也说过 美国的白领工资是中国的三倍 蓝领工资是中国的八倍 我们不回避发达国家的工资 比我们国内的工资高这个现象 那因为我国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期 经济虽然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但是14亿人口的大国 经济内卷化现象是在所难免 那想要让每一个人都实现富裕 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那这样就会导致部分有能力 或者是有财力的人 想要摆脱这种困境 去国外寻找更好的赚钱路子 第二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国现在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 但是不管是从科技上还是从技术上 我们都不敢说是遥遥理前 那这样一部分有能力有财力的人 想要寻找更好的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他们也会选择出国又或者是移民 那比如像硅谷 它是世界科技中心 那很多人都想在里边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百度的李彦宏 百大学子 留学美国 然后进入到硅谷 某家科技公司就职 那经过一番历练以后 回国创立了百度 第三 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 不管是清华生出国还是普通人移民 他们还有一种原因 那就是想让自己又或者是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 剑桥 哈佛是他们最向往的学府 那这样 他们在完成国内的学业以后 往往还会选择到国外去深造 那这样也会导致部分人选择移民出国 第四 更好保护好自己的钱财 那最后一点 那就是想要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了 不管是什么钱 很多人都怕是秋后算账 那很多人赚到钱以后 就纷纷的在国外选择投资 又或者是移民 那这样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可以更好的规避风险 那以上这四种原因 是很多高材生选择出国的原因 也是普通人选择移民的理由 但是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是可以出去走一走 学一学别人先进的技术和超前的理念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本 那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那其次 三十年河东是三十年河西 国外的月亮不一定就会很圆 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 就能够看出 我们的泱泱大国 有使命 有责任 有担当 我们庆幸出生在这个国度 那现在就有很多人想回国 还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那两万清华绅士留在硅谷 中国移民人数排在全球第三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人才呢 对此 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